好 接下来我们看2022年的龙中华初三代数 这个应该是初三的 初三代数 然 这个是第一次同测 第一题解不等是4加3x大于8减x 这个减x移过来变加x 这个4移过去变减4 所以3x下x等于4x 8减4等于4 再除以4就会得到1 我们最后的减就是x大于1 它要你用数线来表达那个解极 所以解极在这边 OK 很好 正确 啊 交上来的 然后呢 这一题第二题的 负2呢 沉进去 因为先拆圆框弧 得到负2x减6 里面先处理一下 就是x减2x等于负x减6 3乘进去负3x减18 那你就会发现到这个移过来 这个移过去我们就会有0x小于23 这边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你要看说x 0x所有 不管带任何值都好 它都会得到0 你就要看说0是不是小于23 如果4的话就代表说它是所有的时数都是减 OK 所以这题的答案的解极呢 就是所有的时数 但如果今天他是讲说x是大于23的 0x大于23 因为0是不大于23吗 代表说我不管带任何值都好 它这个不等是都不符合 你的解极就会变成空极 OK 所以这个0x等于一个数呢 你要注意说它是符合的还是不符合的 如果不符合的它是空极 如果符合的话呢它就是所有时数 OK啊 可以这个 第三题 4跟3的LCN是12 所以每一项的乘以12 你就会得到 12月掉剩3 3乘进去3x减6 OK 这个月掉剩4 所以是4x 这个减12乘1 所以是减12 过后呢4x移过来 3x减4x乘以负x 这个6移过去就会得到正6 6减12得到负6 两边乘以负呢 符号对调 所以x要大于6 那因为它讲说要找最小的整数解 然后大于6不等于6 所以我们只能拿7 OK 最小的整数解就会是7 OK 非常好 正确 有注意到那个 后面有时候会有要找整数解的 你们也要注意一下 要给它那个整数解 再来看这里有两个不等式组 第一个方程式呢 3先乘进去就会得到3x写6 3x加2x等于6 5x-6移过去就变加6 4加6等于10 它跳了一些一点步骤的 一个步骤 10除以5就会等于2 所以x是小于等于2的 OK 然后呢 第二个方程式呢 326它的分骨lcm是6 所以它左右两边乘以6 6跟2越调等于3 所以3乘x加3得到3x加9 6跟3越调呢 剩2 所以它是负2 注意啊 它是负2乘上2x-5 就会得到负4x加4是吗 什么会是6呢 你看你自己的字体 自己写什么都不太记得 这个是负5吗 这个你好像写到负3去 这个也是负5吗 这个6跟3越调是负2乘进去 520 为什么这个会变6呢 这个应该是真实 然后右边也要乘6 所以6参10吧 alright 你看这个的确 变成减6去啊 应该是减10啊 减10减9啊 所以是负1啊 对不对 对负1 然后呢 左边是 因为3x-4x 应该是负x 负x小于负1 所以x是大于1 好 x大于1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数线啊 1在左边 大于1 2在右边 小于等于2 对吧 对啊 数线应该是这样的 1小于x小于等于2 这是它解析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哈 你这个是 我希望应该不会出现在你的考卷的 我也理解大家在电脑写的时候字体会丑了一点 不过自己的丑不要紧 你不要被自己的字体打耳闻进化录这样子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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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不同的数字 你没有发现到 OK 再来看第五题啊 这个呢 它的x呢 x的不等是组的如下 过后它后面题目也有写到 它的整数解共有三个 OK 整数解共有三个 我们来看一下哈 所以第一个方程式呢 它的a移过去 你就会得到x大于等于a 这么移来移去移了很多步骤这样的 你负x 负a移过去并加a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x大于等于a啊 直接一步就可以了 我感觉上你这边好像做了三四个步骤这样子 有点太长了一点 OK 没关系 再来看这一题 5移过去 负7减5 得到负12 除以负3 符号对调 等于4 小于4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 a 它会大于等于a 小于4 整数解共有三个 代表这里要3 这里有2 这里应该有1 这是有等于的 这是没有等于的 对吗 这样明显这个a是多少 a应该是等于1 a a的值为4 3 2 1 没有 它的意思是说 我的a应该是得到一个数罢了 然后因为你的解 x大于等于a x小于4 它总共会有三个整数解也就是1,2,3 那a必须要等于1 好 所以你这里做对 这边做对 只是说在分析那个所谓的整数解的时候呢 好像弄错了 a必须要等于1 可以理解啊 可以明白啊 所以因为它照理来讲 这应该是大于等于a 小于4 1,2,3 它有三个整数解 那a必须要等于1 这样子的意思 OK 再来看第六题 负5小于等于x小于等于2 负3小于等于y小于等于7 x-y的最小值 你的x必须要选越小越好 你的y就要选越大越好 因为减y的关系嘛 所以负5减7 你就会得到负12 这个就是最小的值 很好 最大的值呢 就要注意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它是x平方 然后你的x呢 可以是负值 可以是正的 所以因为你一取平方的时候 它其实support是这样的 你负5取平方就会得到正5 你的2取平方就会等于2 所以这里照理来讲 它一取平方 它一取平方 它就会变成5525 25到0之间的数 这样子可以理解 因为它横跨负5到 原本是横跨负5到2 虽然很多同学讲 老师2取平方不是4 5取平方25 它应该是4到5之间 其实不是 因为它是 它也可以得到0 0到2之间的话 它取平方就0到4 0到负5之间 它取平方就会得到0到25 所以最后你的x平方是 0到25 0到25 可以理解 所以同样道理 所以同样道理你的y平方也是一样 你会得到7 去49 负3乘负3等于9 当9比较小 所以它的y平方的值会是0到49之间 所以这个x平方加y平方的最大值应该是要选负5的平方加上7的平方 所以是25加49等于74 很好 所以这个平方这个要注意了 你要选的时候呢 你要选那个数字最大的 数字最大的 OK 因为平方了之后 那个负会去掉 第七题 宏伟准备了26块 买了圆珠笔跟笔记本 以致圆珠笔的价格是2块半 笔记本的价格是1块8 他买了8本笔记本 请问他最多可以买多少支圆珠笔 8本笔记本8乘1.8 所以8乘1.8 这个是他笔记本的钱 2块半乘X就是圆珠笔买的 买的这个 你要大于等于的符号好像不太对 哪里应该是要比较大 26要比较大 因为你手头上只有26块 你不可能买超过26块的东西 这个左边是你东西的价钱对吧 你右边是你手头上的现金的钱 所以这个大于等于的笔号都弄错了 倒转了 OK 我来继续看 所以他的1.8 他把它变成十分之十八 越减得到五分之九 然后二点五据换成二分之五 因为他比较喜欢那个分数的 分数 所以九八七十二 五二十 所以他直接全部乘以十 OK 乘以十就会 十跟五月掉升二 七十二乘二得到144 十跟二月掉升五五五得到25 然后呢 这个是二六零 二六零减一百四四 就得到一百一十 sorry 得到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除以二十五 这个应该是小鱼的 小鱼的 所以你最多只能买四只 你的答案就对了 所以如果你是写大鱼的话 大鱼四点多 你不是应该要选五吗 对吧 而且你看不合理 你最多可以 如果我的东西是大鱼四点多 这样我照理来讲 我应该是可以去到五线 对不对 不合理吧 所以这题那个大小的 大鱼小鱼的符号弄错而已 答案是对的 四只是没错 OK 大概是这样了 所以大鱼小鱼符号 也不要会扣分的 我不晓得会扣多少分 不过你这样子弄错的话 很新的老师可能就看一半的分数 OK 我不晓得那个评分是得标准是怎样 因为毕竟我没有改过 OK 不过当然最好就是尽量不要弄错了 尽量不要弄错 OK 大概是这样